其实我觉得你们俩之间并不是爱情 两人在一起倒是像是哥们 我从来没有见过哪个女的在九州上说 你不能喝 你不是个男人 我来喝 我感觉是两个男人坐在一起 大哥带着二哥 而不是 因为为什么来说 女朋友一般都会心疼男朋友 你但凡是见到一个女人 看见自己的男朋友跟别人之间 有可能发生肢体冲突的时候 你没看见个哪个女人会说 打 给我打 那不是女人 也不是女朋友 而我很怀疑是这个男人的仇人 在挑唆 所以我觉得你们之间不是爱情 其实我觉得你一定是享受的 如果你不享受 你不可能每一次身不由己地 又去劝他 甚至跑到深圳去 我一开始是特别佩服你的 那种忍让的精神 到了后来我发现 你已经形成了一种生活习惯 但是对于女生说 我觉得你今天在这个舞台上面对镜头的时候 你应该是把自己平时的恶言恶语 是有一定的放大 你平时可能恶劣 但不至于像今天这么恶劣 如果今天在舞台上也是你百分之百的表现 那我只能说 你这个女生真是脑子笨情商地 不要求你有多温柔 不要求你有多么知书达理 只需要你说一声对不起 放尊重你的 就这样 好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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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